歡迎大家收看新伯伯伯的全新節目 8點開播 韋廉教主一個常得節目 入得廚房的貼心暖男 懂得住多種菜系 現在是新伯伯伯伯生活廚房的羽絨教主 生活追擊手釘姐 一個喜歡分享扮靚 披著玩披著吃的時尚生活博主 William 這裡這麼漂亮 不如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NY8新伯伯伯伯生活廚房 這個節目是一個合家歡一站式的節目 有東西看 有東西學 還有有東西買 我們會每月一集 在微信直播間 Facebook 抖音 和小紅書上播出 大家記得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我們圍繞生活 會有不同的主題和形式 William 我們這次第一集究竟是甚麼主題 我們今天是做英式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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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主教主 那何時才有得吃 不要心急 說明下午茶 肯定慢慢煮慢慢燦 我怕你餓 我早有準備 嘩 是魚子醬 嚼膠子 等等 是否適合River 我只吃米芝蓮星級廚師用的魚子醬 是呀 你可以試一試 好啊 嘩 導演導演 可不可以NG都幾次 讓我吃完整盒魚子醬 對了 威廉教主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 見到有個上京品嘗 Victoria Island 是否那個餐廳便可以買 是呀 讓我一會兒拍完去掃貨 不用心交 我在隔壁超市芝士精區 都為你算多幾款芝士 可以試一試 威廉教主 我最喜歡吃英式餐廳裡的Skone 那我們今天就先做它 好嗎 好啊 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材料 我們有麵粉 牛奶 糖 泡打粉 黃油 果仁 雞蛋 還有少許鹽和果仁 首先我們把麵粉加進去 還有一個泡打粉 砂糖 還有一個黃油 加這麼多一次 要攪拌多久 我們盡量把黃油攪到跟麵粉融合 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果仁 果仁和鰻葉不乾 加進去 還有一個鹽 我們也是放進去 開低縮 慢慢把所有材料 攪拌到一個半成粉的狀態 差不多成塊之後 我們把牛奶最後才加入去 如果我家裡沒有這樣的機器 那就很麻煩 對吧 我們都可以用手一步一步把它擦 可能就沒有那麼快 差不多了 我們就慢慢把牛奶加進去 把牛奶加進去 把牛奶加進去之後 慢慢會成團 我們就可以開始加大一點速度 這個我們不需要攪拌太久 把麵團倒出來 搓三至四次 摔在一起 用麵棍輕輕壓到自己想要的厚度 通常我們做這個都是3cm到5cm之間 烤的時候會膨脹 我們大概用一個模具 印住它 印出來 說起下午茶 William 你知不知道其實下午茶是怎樣來的 不知道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知道 英國的貴族 他們通常會吃一份很豐盛的英國午餐 之後中午他們就不會有一份正餐去享用 所以他們到6點的時候 他們會邀請朋友一起去聽英國很出名的歌劇 到8點的時候他們才開始正式吃飯 所以為何我們的節目要叫8點開播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是貴族 我們就簡單地把麵團分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了 很漂亮 對 很簡單 超快 我都未講完歷史就已經做好了 現在是否放進焗爐 對 我們就可以放進焗爐 控制在20至25分鐘之間 好 我們是否應該先剩下一個 是呀 我們現在先做個三文治 去敲時間 我們在做三文治 三文治我們會有一個吞拿魚 接著一個西琴粒 沙菜 還有一個麥包 我們今天做一個比較健康一點的 首先把吞拿魚倒入油脂 其實我平時自己就不會做這個步驟 因為我都不知道要隔油脂 隔油脂的水才會比較乾身 吞拿魚的腿壓散它 幫我壓散它 我們把吞拿魚壓散之後 我們會加一個西琴粒 生理醬不是很肥的嗎 這個是減脂的 我們把它攪拌之後 我們放少少黑胡椒調味 是 簡單的 吞拿魚醬就可以了 塗上去 我們喜歡吃多一點 我們塗多一點也沒問題 多一點 OK 所以我們吃下午茶的時候 其實是由鹹點開始吃起 然後最後才吃甜 是不是很簡單呢 是啊 我們會做一個水果塔 我們會有事先準備好的塔皮 水果和檸檬吉士醬 好像很簡單 是啊 這些我們平時在家裡 都可以簡單地做到 我們首先把吉士醬 擠在塔皮裡 那塔皮是怎樣做的 都是麵粉 牛油 牛奶 打成一個麵團之後 印在塔模裡 拿去烤箱烤 哦 是不是用剛才那部Kitchen 8的機器 攪拌就可以了 是啊 很方便 一部機器可以做完全部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把吉士醬擠進去 水果就是自己喜歡什麼水果 對 我們自己喜歡什麼水果都沒有問題 哇 等了這麼久終於有得吃了 這個餡茶真是又漂亮又精緻 今天用到的所有食材和餐具 都可以在我們新伯伯伴的門店 和網上雙城有得買的 大家可以掃下面的QR Code 大家記得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我們的社交平台 我們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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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站在準時 我們下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